機場外準備前往快篩站的通道 突然有一男一女被攔了下來 大家都用遵守法令 為了要守護我們的技能家人 你們就不要回攔我們好不好 人員苦口婆心希望這兩位 能夠接受快篩共同對抗病毒 但女子不願意的原因是這個 就連旁邊的人也看不下去 希望可以趕快結束這場鬧劇 金門縣府規定所有旅客到機場後 都要進行快篩 但11號金門機場有一對男女到站後 不願意進行配合 更指出指揮中心日前已經宣布撤銷 與機場人員爭論 還好經過一陣你來我往 這兩個人才配合前往快篩站 這名女子被揪出是金門大學的老師 她表示是要回金門打疫苗 對此校方發聲明證實 其中一位確實是學校老師 雖然最終有接受快篩 但過程中所造成的困擾 真的不是校方所樂見的 為老師的個人行為所造成紛擾 表達歉意 其實金門縣府快篩令下了之後 6月3號一路到11號 金門機場快篩站的篩檢率都是百分百 比起數字 大家更擔心的還是病毒 別進到金門維持淨土 TVBS新聞陳平 曹徐雲廷金門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